肖战对杨子我遇见很多人,却只想和你慢慢周旋 肖战对杨子,我遇见很多人,却只想和你慢慢周旋 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情感,述说着一段微妙而深沉的感情故事 肖战和杨子这两位明星在娱乐圈的交往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而这句话则成为了他们之间情感的象征 这句话的意境令人陶醉,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观 当肖战说出我遇见很多人时,似乎是在描述生活中遇到了众多人物 但接着却道出却只想和你慢慢周旋 这转折的语句揭示了他对杨子的特殊情感 他不想随意与其他人交往,而是希望和杨子慢慢地周旋在彼此的生命中 这句话中蕴含着深沉的爱意和专一的情感 周旋一词表达了一种旋转,缠绕的感觉 暗示着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更是深入心灵深处的交融 这种深沉的情感在娱乐圈中并不常见 因此更显得珍贵和引人注目 肖战对杨子的表白展现了一种追求真挚 纯粹感情的态度 在繁华喧嚣的娱乐圈中 他选择了在众多人中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个 愿意与他慢慢共度人生 这样的表白不仅是对杨子的真挚表达 也是对真爱的坚守和珍视 这段情感的旋律或许正是两位明星之间真实而深情的写照 而这句简短而有力的表白 成为了他们感情旅程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为粉丝们增添了更多对他们幸福的期许和祝福 肖战对杨子的情感表白仿佛是一手动人的旋律 穿越了时间和空间 让人心生共鸣 这句简短而深刻的宣言 透露着一种追求真实 纯粹感情的决心 他所说的慢慢周旋不仅仅是一种相处方式 更是一种承诺 愿意用时间去打磨 去经历 将感情培养得更加深厚和坚固 这段话的美妙之处在于 他不仅仅是一句情话 更是一种情感的承诺和深情的宣誓 肖战似乎在这句话中传达了 对杨子的独特钟情 不愿意轻率地将心交给其他人 而是选择了用心慢慢经营这段感情 这种真挚的表白让人感受到一种珍贵的情感 仿佛是在娱乐圈中找到的一处宁静的港湾 或许在这句话背后 是两位明星深厚的默契和默默付出的爱意 选择慢慢周旋意味着 他们在感情中不急不躁 愿意用心沟通 携手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这样的情感态度 使他们的感情更加显得成熟和令人羡慕 肖战对杨子的表白也引发了粉丝们 对两位明星幸福未来的美好期许 这句话成为了两人感情旅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记录着他们在娱乐圈中不断前行的足迹 这段深情的告白 不仅给了彼此莫大的安慰和温暖 也为外界传递了一种珍贵的爱情信仰 让人相信在璀璨星光背后 依然存在真挚而深沉的情感 在这段互相喜欢却总要互相伤害的故事中 爱情的曲折与矛盾在两个心灵中 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 他们之间的喜欢是显而易见的 仿佛每一个眼神 每一次触碰都传递着无法言喻的情感 然而 命运似乎捉弄着他们 将喜欢转化为一场互相伤害的游戏 或许是因为骄傲 或许是因为过去的伤痛 他们总是在爱的边缘徘徊 用言语和行动不断刺痛对方 这种互相伤害的行为并非出于恶意 而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他们害怕付出太多 害怕再次被伤害 于是选择了在感情中保持距离 通过伤害对方来验证对方的真心 这种矛盾的爱情让人心痛 因为在深爱的同时 却伴随着无尽的痛苦 或许 这段爱情故事中隐藏着一些 不可言喻的秘密和过往 或许是曾经的经历 让他们对感情充满戒备 害怕再次受伤害 而这种戒备心理成为了 互相伤害的导火索 让两颗本应靠近的心 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 在这种互相喜欢 却总要互相伤害的情感困境中 他们或许需要更多的沟通和理解 透过心灵的交流 解开曾经的心结 或许能够找到爱情中的平衡点 这段故事或许是一场爱情的考验 看两个人是否能够克服内心的障碍 找到真正属于彼此的幸福 这种互相喜欢却又互相伤害的情感故事 或许正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所面对的难题 在感情的世界里 有时候不仅需要勇气去追求爱情 更需要智慧和耐心去经营一段关系 或许正是在互相伤害的背后 他们能够发现更加深刻和珍贵的爱 在这段充满矛盾的爱情故事中 他们或许会发现 互相伤害的行为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是一种恶性循环 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隔阂 或许是时候停下这场伤害的游戏 迎接真实的对话和理解 在爱情的世界里 互相喜欢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激励 而非互相伤害的借口 或许通过沟通 他们能够揭示出隐藏在心底的真实感受 从而找到一种更健康 更成熟的相处方式 可能是过去的伤害让他们变得脆弱 但也正是在彼此的理解与支持中 他们才能够共同走出心灵的阴霾 这段互相喜欢却总要互相伤害的故事 或许提醒着我们 爱情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付出 更是彼此的包容和理解 在感情的漩涡中 如果总是沉溺于伤害和矛盾 那么最终可能会失去一个真正美好的爱情 或许是时候反思 调整彼此的态度 寻找一种更积极的交流方式 以建立一个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的关系 在这段曲折的感情里 或许有许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但也许正是在这些挑战中 两个人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和对方 通过共同努力 逐渐摒弃互相伤害的阴影 他们或许能够找到一条 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 这段充满波折的爱情故事 或许是一段成长之旅 也是一个机会 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 更加懂得如何在爱情的舞台上 用心去呵护和珍惜 或许 最终 他们能够战胜彼此的心魔 走向一个更加美好 和谐的明天 在一场熙熙攘攘的粉丝见面会上 肖战身处人群之中 兴致勃勃地与粉丝们互动 突然间 一阵杨子的名字呼啸而起 如潮水般在人群中涌动 肖战微微一愣 身形略微停顿 眼神在瞬间迸发出一抹难以掩饰的异样 尽管他的微笑依旧挂在嘴角 但那一瞬间的眼神变化 让人不禁揣测出一些深层次的情感波动 或许是粉丝们调皮地喊叫唤起了 他对杨子的思绪 或者是在那一刹那 他感受到了一些意外的情感冲击 肖战很快恢复了镇定 继续与粉丝们互动 但细心的观察者能够察觉到 他微妙的情感变化 笑容似乎有些勉强 眼神在和粉丝交流的同时 不时飘向远处 仿佛在追随着某个遥远而珍贵的影子 或许这一场景正是他内心情感的写照 在公众关注的聚光灯下 他努力保持微笑 但对于杨子的名字 他的内心或许掀起了涟漪 这种下意识的反应 是真挚感情难以遮掩的表现 即便在职业明星的外表下 也难以抹去他对特定名字的敏感 这一瞬间或许是他感受到了一些特殊的情感挑战 他的笑容或许是为了掩饰内心真实的情感 因为在娱乐圈 明星的私人感情往往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而对于粉丝们的调侃 他选择了以笑容回应 却也无法掩盖那一抹复杂的情感 这个瞬间成为了娱乐圈光影交错的一幕 也让人思考明星在公众场合下 所承受的压力与情感的复杂性 或许在喧嚣的掌声中 肖战仍然是一个普通人 内心的情感波动不容忽视 在那个瞬间 肖战的目光在人群中游离 仿佛被带回某个不可触及的记忆 尽管笑容仍然挂在脸上 但在他清澈的眼眸中 或多或少显露出一些复杂的情感 粉丝们或许只是以为这是一场调侃 然而 那个名字对于肖战来说 可能承载着一段私密而深刻的故事 随着见面会的进行 肖战依然保持着专业的态度 与粉丝们亲切互动 接受着热情的掌声 然而 在那次意外的提及中 似乎触发了一些 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是爱情的甜蜜回忆 还是一段无法言说的遗憾 这些只有他自己明白 在美光灯的聚焦下 肖战的表情变化 或许只是瞬间的微妙 但却让人思索起明星背后的真实生活 他们在聚光灯下闪耀 却也难逃人生的波折和感情的纷扰 这一瞬间或许教会了人们 即便是明星 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真实的情感 有着不愿触碰的敏感点 在粉丝的欢呼声中 肖战的微笑逐渐恢复自如 场面回归正轨 或许 他已经学会在职业与个人之间取得平衡 用专业的态度面对公众 然而 那个瞬间的眼神 仍然是一个让人猜测 留下遐想的谜 在这光鲜亮丽的娱乐舞台上 或许真实的情感往往埋藏在微笑背后 只有在某个特殊时刻才会显露出来